好 盧導師大家好 我是紅火區喔喔 今天要來修這台雲爆200 然後各位想說 欸不是都修理好了嗎 要怎麼還要修 他縮缸了 那縮缸的原因也很白癡就是 他拿去給別人修 然後他有把機油卸掉 然後機油裝回去的時候 機油是沒有鎖進 所以機油全部漏光光 然後沒有發現繼續起就縮掉了 2023年還可以聽到這個也是蠻厲害的 好啦 那總之現在呢 就要來把引擎拆開來看一下什麼狀況 他是確定完全動不了了 不管是用力揣是怎樣都動不了了 好 那現在呢 就把引擎的上半部分拆開來看看吧 那我想要挑戰一下雲爆200的神秘角度 聽說有個神秘角度可以不用下引擎就可以把引擎的上半部拆掉 不知道真的還假的 我來試看看吧 那我有看過雲爆的維修手冊了 本來想要把他印出來 然後邊看邊參考 那我發現他裡面根本什麼都沒寫 所以就算了 靠感覺吧 對 我雲糧的維修手冊 我已經覺得很爛了 雲爆的更爛 然後就開始吧 OK OK 這裂掉了 原廠流給你調整氣門鍵隙 所以這個一定可以拿出來 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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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我們來挑戰神秘的角度吧 聽說這個用一個神秘的角度就可以拿起來了 是我也不知道耶 神秘的角度在哪裡 真的有神秘的角度嗎 我看這個卡得很緊啊 這個還差這麼多耶 怎麼可能拿起來啊 我是被騙了 角度 神秘的角度 神秘的角度 我研究一下好了 OK 再經過我反覆的觀察了一下 那個我看到的留言 然後他們描述他們怎麼拆 終於知道他們怎麼拆了 他們就是要把這個螺絲鬆掉啦 就是引擎吊架上面的引擎吊架螺絲 跟前面引擎吊架全部都要鬆掉 這樣就可以很輕鬆的拿出來了 對 其實這樣其實也將近全拆了啦 只剩下電線還有離合器線還有 騎兜馬達線 這三條線還沒拆耶 其他全部都拆掉了 然後沒有意外的話應該就是這個鎖鋼了 我剛剛研究了很久但是 它完全卡死完全動不了 我也不知道這怎麼拆耶 這正常來講應該是很好拆啦 像我這樣已經不正常了 好 我研究一下好了 正常來講應該是用手搬就搬得起來了 那因為我這個已經不正常了 所以我就拆好再跟大家分享 有了有了有了 OK 好 重點 重點跳起來了 看有道嗎 一條一條的 可以吧 可以躺到65 它這才66 20條而已 20條而已 收起 這個壞掉了 哇 卡死耶 哈哈 這喉菜直接卡死 它直接咬死在這邊 OK 最後我還是把這個拆下來了 因為之前這個活拆銷卡住了 然後現在還是卡住的喔 然後就因為沒辦法去借這些 比較強力的工具把它推出來 然後看起來狀況是不怎麼樣 對這個 這個狀況真的好像不太怎麼樣 但應該還能用吧 我也沒有很確定 從這邊裝是比較好裝 從這邊裝好像有一個 很嚴重的凸點 不確定 換新的活拆銷插不插進去 然後再來是這個氣缸呢 就受損得很嚴重嘛 所以要去磨令鼓 然後我不知道這個氣門搖壁是要不要拆欸 我不知道這個東西要不要拆 算了 都拆了啦 之後再說吧 好 那我現在就先去找 我這邊的備料 去找一個活拆銷來查看看怎麼用 如果能用就繼續用 不能用就磨一磨繼續用 因為它好像裡面的培鈴應該是還好 沒有燒焦太嚴重 但基本上這種縮鋼一定會有內傷 所以就不要指望這顆引擎 會像之前一樣這麼平順這麼好騎 因為之前這顆引擎狀況真的超級好的 再來是這個引擎應該是有拆過 看它有拆卸痕跡 所以它這個引擎可能之前就有換過了 看來這個是卡住了 用這種正常的活塞銷也插不進去 代表它那個中間的刮痕 把一些肉搖起來了 所以才會卡住活塞銷 那我現在就用錯刀把它抹一抹吧 好啦經過了千辛萬苦的打磨 終於把它 就又可以正常的把活塞插進去了 活塞銷插進去了 對這個感覺還可以 但是呢這個東西我現在就只是玩完而已 因為這東西耐用度一定不好 反正之後應該還是要把整個引擎 重新拆開整理下去 走這一根要換掉 裡面培鈴順便換一換之類的 然後呢現在還是拿去摩令谷看看好了 看一下摩令谷吧 這個引擎狀況會怎麼樣 順便給大家演示一下 就是假如你機油燒到乾掉 引擎會變得怎麼樣 之前的引擎狀況應該 大家有聽過嗎 就是非常的安靜非常的好 然後動力也非常的好 除了換了機會露氣以外 基本上沒有任何的問題 那我們現在看這個說乾過的引擎 重新啟動會長怎麼樣子吧 OK我們摩令谷摩回來啦 在這裡 然後目前是 64.5 換算成排氣量差不多是205cc吧 還是208忘記了 之後再算一下 然後就東西在這裡嘛 然後火災幫我配好了 然後舊的火災在這邊壞掉了 然後因為我買了一個新的PIN 然後PIN也要另外算錢 然後這是固定扣 那時候東西拆下來 好險它好煩我 要不然我就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新的PIN 新的巨環 好再來我們就把它裝上去吧 那為什麼是一次 就直接給它彈到 呃 就是彈100條啦 那是因為之前就已經被彈過50條了 所以這次就直接給它彈到100條 然後這個 呃 連桿的部分其實狀況真的不太好 但是我不想管它就這樣吧 那之後可能就直接去 淘寶買整套的系統回來換 就是整套那個CG200的引擎系統回來換 然後再把這個連桿換掉 然後看引擎內部要做什麼強化啊 就只有再說 那現在呢 我們就讓它能騎就好了 然後一樣就是把我們的平面打磨一下喔 放上我們的氣缸墊片比對一下啊 這氣缸墊片還不錯耶 不用另外做修改 就可以直接裝了 那我之前裝野狼呢 通常都要另外做修改 才不會擋到油到啦 啊這個墊片不會 再來呢就可以把這個裝上去啦 這個要怎麼裝呢 其實我也是第一次裝 沒有意外的話硬應該是要 就是這有一個硬 硬應該是要朝進氣端 然後另外一邊就排氣端吧 那進氣端的話沒有意外是這邊 所以是這樣裝進去 那裝進去之前呢 要先把這個活塞 給它打下去 用軟的東西把它敲下去 要這樣拿軟的東西給它敲下去 然後差不多敲讓它出來 讓它出來到那個 可以裝活塞梟跟居環就可以了 OK 敲到這個樣子 然後就把它放進去吧 放進去之前呢 我們要拿一塊乾淨的布 把這邊擋起來 等一下裝活塞梟的時候 比較不會掉下去 然後再把這個 朝著正確的方向放下去 再來呢就可以拿出我們 新的活塞梟啦 一樣上點油 然後用尖嘴前把它夾進去就可以啦 然後把它插進去就可以啦 好 插進去 好 再來呢就可以把居環裝上去啦 既然它有附新的就好了 我就裝新的吧 那裝居環的時候下面一定要墊一塊布啊 要不然掉進去就找不到 好 一樣上點油 一樣上點油 好 用尖嘴前把它夾進去就可以啦 看不太出來算了 OK 再來呢把另外一個居環裝上去 好了 裝好了 拿起來 要把它放下來吧 好 就把這個 氣缸電片也放上去 好 就把這個 氣缸電片也放上去 這樣可以了 那外邊呢 好 可以 好 看到 雖然這是我第一次拆的引擎 不過 還可以嗎 已經以前有很多拆引擎的經驗了啦 好 不都要先把這個 固定筷子的這個鎖回去 大概是這個樣子 這樣 OK 再來是旁邊的這些小螺絲 插進去 還有這個也要插進去 好 上個扭力板手 OK 來點雞油 來把我們的氣門給它裝回去 然後氣門也要上扭力板手 好 裝上去吧 這裡有這個 螺絲 裝上去 OK 我裝好了 大家都學費了嘛 其實我也是邊裝邊學啦 再來呢就 把引擎接回去啦 然後 油輪排要接回去 然後加入機油 看一下有沒有正常的潤滑 哎呦 就代表這顆已經完工了啦 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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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啦 我們現在來調整一下我們的氣門間隙 因為我昨天發動的時候覺得它太大聲了 所以我們現在來調整一下 雲爆的這個OHV引擎我都是第一次弄啊 跟夜狼的有一點點不一樣 但大致上都相同 好 好 那因為這個語言爆實在是 之前說剛說的太嚴重了 所以現在有內傷 所以聽起來曲軸那邊異音是還蠻明顯的 然後那個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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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噹的聲音就是 嗯...氣門的那個 就是所謂的嬌阿箱啦 嬌阿箱也是蠻大 但是我已經調到最小 就是它的建議值的最小了 所以這個嬌阿箱應該就無解了 那引擎就整個變成像那種 被操壞的老野狼或被操壞的老雲爆的聲音 喔 太可惡了吧 之前明明就是超清脆超響亮的引擎聲音 一點雜音都沒有 都說 好啦 那再來呢我們就去訓車300公里 再把機油換掉吧 好啦 那我們這一次的雲爆彈缸就差不多先到這邊啦 那我剛才已經騎了差不多15公里左右吧 除了引擎變得真的很吵以外 騎不出什麼其他的感覺 然後加上化油漆漏氣好像就越來越嚴重了 所以可能還是得去買維修包來換阿 那這個之後再說吧 然後這次彈缸也是花了不少錢 我覺得最近 不管做什麼東西都漲價 而且都漲很多耶 就是不是一次漲100 200 150這種 是一次漲個300 400 真的有點吃不消 好啦 不管怎樣這台雲爆就修好了 那就先這樣騎 等到騎到引擎再次不行了 再把全部的引擎東西都拆出來 再全部整理啦 像曲軸什麼的 就把它全部換掉 好啦 那這次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掰掰 Bye Bye